今天想要分享的是眼影相关的话题 那其实在我们日常上班或者是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要画一个很快速就可以出门的妆容 一个单色的眼影或者是双色的眼影就已经足够了 那今天呢就把我手上的存货全部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想要分享的是一地之屋的这个单色眼影 是去年很火的一个颜色OR208 这个颜色呢就有一点那种人鱼基色的感觉 而且它整个这个眼影粉做的也是非常细腻的那一种感觉 我觉得是远远超出它这个售价应该有的那种质感的 那在画这种带闪的眼影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的是不要上太大的范围 就在我们双眼皮折稍微往外晕出一丁点 这样的范围就已经足够了 然后呢现在让我们再来上第二层 好那我们下面再来说第二个单色的眼影 这个其实是在我上个月的爱用已经出现过一次的这个 月氏风影的18号的这个眼影 它这个质地呢要比这个一地之屋做的要更加的好 非常非常的软糯 丝滑的质感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的上色度也会比刚刚Fthouse这一款要更好一些 那这一个颜色呢就是有一点点这种玫瑰金的感觉 同样是这个带闪的眼影啊 它这个一变的饱和度就已经很足够了 好了那我现在左右两边呢分别是画着不同的眼影 但是看上去同样都很协调很自然有没有 所以这个呢就可以提醒我们在选色的时候 可以选这种一定是对于大部分亚洲人来说 比较友好的这种偏暖的颜色 然后里面呢可以带有一点这种玫瑰调 或者是带有一点这种橘色调 这种眼影都是非常百搭的 那除了这种粉状的单色眼影呢 眼影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首先想说的是NYX的这一个眼影棒 它这个颜色也是非常百搭的这种香槟金色 什么场合都不会出错 另外一支呢是3CE的这个带有一点酒红色调的颜色 它上眼也是非常漂亮的 大家来观察一下 这边两边的闪度也是不一样的 像这边的NYX呢 它的闪就非常的大颗 那这边3CE它虽然也是带闪的 但是它这个闪是非常的细 非常非常的细 罗拉的这一支眼影棒呢 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 就同样是这种香槟色的这种眼影棒啊 NYX和罗拉相比的话 是这种质感是不能比较的 当然这个颜色也是差了很多倍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预算有限 你喜欢这种香槟色的颜色的话 那这一个我觉得是可以入手的 但如果你追求更好的质感 更好的这种使用的这种感受的话 那我觉得罗拉的这一支一定不可以错过 它这种丝滑度柔滑的这种程度 软糯度上色度饱和度都非常非常的好 还有一个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产品 就是Shanel的这个单色眼影 上眼之后呢看着并不深 重点是它这个摁起来啊 就真的跟这种泥巴没什么两样 是非常非常软糯的这样的一种程度 还有呢就是很贴心的是 Shanel它配了一个这样的刷子 其实我刚开始看的这个刷子 是有一点疑问的 我想说这种泥状的产品 不应该用手上会更好吗 但是用了这个刷子之后 你发现这种比较硬的这种纤维这种刷子 是超级适合上这种泥状的产品的 这颜色真的超级漂亮 很有质感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边的对比 其实又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了 这一边的闪呢就更高调一些 这边的闪呢就非常的低调 那刚刚六个眼影都分享完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一些规律啊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总结一下 你在选择眼影的时候 如果你的眼泡不是特别肿的话 都建议你选择这种 带有微微珠光的眼影 因为它能很好的修饰 我们可能上了点年纪 眼部有一点点凹陷的这个缺点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颜色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是金色为主调 然后带有一点橘调 带有一点这个玫瑰色调 或者带有一点酒红色调的 那基本上呢根据这个原则来选 就不太会错了 那下面要分享的呢 就是我日常生活中 也非常喜欢用的这个 双色的眼影盘 首先我必须拿到第一个说的呢 就是我的本命盘 NARS的这个Sugarland 这个金色啊 目前为止我没有找到 比它更好看的这个金色 真的超级超级的漂亮 如果你叠加的这个层数不够的话 这个紫色很可能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当你转动你的眼皮 然后有光打下来的时候 那一个偏光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盘的画法 那这一个金色呢 我就建议大家用指腹来沾取 我觉得是最高效的 然后上色度也是最好的 我每次喜欢把这个金 涂得比较饱和一点 看起来超级好看 好那旁边这个紫色 应该怎么用呢 我建议大家也是用手指来上妆 因为刷子的话 取这么细的这种偏光的粉 很可能会不太好取 真的太好看了 这个眼影的颜色 真的无论你是春夏秋冬画 都会非常的日常好看 而且是很特别的一种颜色 下面要说的这个盘呢 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牌子 是这个Bell Miners他们家的 它色号是叫The Top Shelf 它这个呢 就是非常通勤的那种颜色啦 左边一个香槟金 然后呢 右边是一个带闪的棕色 这边画眼头 这边画眼尾 就是一个非常百搭 不会出错的颜色 眼睛前半段就这个颜色 然后后半段呢 我们用这个深一点的这个棕色来画 从眼尾开始画一个三角区 它这个眼影呢 全盘是那种比较金属感的这种光泽 但是同时它也是非常自然的光泽 那下面要说的呢 是这一个也是明显是暖色调的这样的一种眼影 有些呢我还是用这边的这一个暖黄色 来做一个大范围的打底 就用这一层来打底 眼线色呢我们就用这边的这个深棕色 然后用这个眼线刷来多次沾取 因为这个烘焙眼影呢 它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不太好 用刷子沾取上色 所以你要多沾一些 然后再来用 最后一个双色盘呢 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哑光盘 这个盘呢也是带有棕色调的这种暖色盘 上面的呢是暖橘色 下面的这个是稍微有一丁点深的这种棕色 那这个其实你光看粉质就能看出来是非常细的 上眼呢也是上色度很好很软弱的那一种 这个时候呢就能看出明显的这种橘色调了 这个暖色是非常漂亮的 要把它打到眼部中央的位置 然后眼影的后三分之一部分呢 我们用这个浅棕色来画 那其实哑光盘呢 因为它一定会有一个浅色一个深色 所以呢就是你也可以画出这种 很漂亮的这一种稍微有点眼尾加深的 这样一个轮廓出来 效果也是特别好看的 好啦那其实双色盘选择起来呢 并没有要特别啰嗦的地方 因为其实双色盘 它之所以给你调成在一个盘里面 就证明它这个配色一定是协调的 那你只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画法的话呢 有两种基础的画法 大家平常用就已经足够了 一个就是我刚刚画的眼头浅眼尾深 还有就是双眼皮折内浅一些 然后再把这个深色点加在我们的这个 睫毛根部当做眼线来画 这样两种画法呢都是非常好看的 好了那我们现在说完眼影呢 来聊一下这个上妆工具的问题 其实我自己平常画眼影 特别是单色眼影 我是非常喜欢用纸腹来上妆的 因为纸腹它会比刷子沾这个粉 抓的要更老一些 显色度会更高一些 那除了手之外呢 比较重要的呢就是刷子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觉得一定要背的这个刷子 第一支呢就是这个Sigma的这个E55 那这样一种短头的眼影刷呢 取色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上色也非常的精准 那第二支我觉得你一定要背的 这一支刷子就是一个晕染刷 可以根据这个刷头的形状去选择 它一定是长长的 然后毛呢松松的 然后前面是一个圆形头这样的形状 再来呢我觉得一定要背的这一支刷子 就是这种铅笔头 小子弹头的这种刷子 那这一个刷子呢很有利于 你上这种精准的眼妆 如果我想要上这个眼尾的部分 只刷这个三角区 我就直接把色填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一软刷把它往前推就好了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 那现在呢我也公开我的微信 那这个微信号呢 平常我会多发一些我的日常 如果你对我平常那些思想念感兴趣的话 就加一下它吧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